各位L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其實真的很少在L出現 我今天很興奮 好像嚴格出來算是我第一次拍照的時候 有一種近身為花仙子的感覺 因為旁邊都是花 然後每一組依照造型跟不同的花配對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組照片 我跟另一半的相處一直都是算蠻穩定的 然後已經就像是家人一樣了 所以對我來說 辦婚禮或者是不管登記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 它比較像是一個代辦事項 可能最近聽到大家在處理一些家庭事務 不管說照顧小孩啊 或者是懷孕的過程 我是聽得比較有興趣的 會覺得該不會自己之後會走到這一步 其實我最重視的一個環境 應該算是希望賓客來的時候 可以感到印象深刻 所以風格會比較親民 譬如說我們會有辦一個小小的市集 在外面的走廊 包括菜色也是選擇就是一些小農作物 譬如說豐富的櫛瓜 或者是木瓜 然後我覺得希望大家吃了之後 可以吃到各種不同的特色 對了 先跟大家講就是 我現在有一部鬼片 憲政熱議中 叫女鬼橋 這個月還有一個 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就是終於辦了一個自己的歌戰 然後裡面有集結我的畫作 還有雕塑作品 有機會的話 我跟你講展覽不用錢 就是去晃晃走走 可以挑釁你的心靈 那鬼片就是虛電影院 不怕被嚇的就是去嚇一下 壯膽 謝謝 謝謝 超棒的 謝謝 我們